叶朗哥 叶朗哥 我这里很少来客人 你穿我的拖鞋 那你怎么办 在客厅等我 拖鞋只有一双 看来我是第一个来这儿的 下雨天 怎么不带伞又跑出去 冤枉 我出去的时候 雨都停了 谁知道回来的路上 又下起来了 阿水难为你 你怎么告诉我 那你多没面子啊 委屈吗 才不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阿爽师兄 应该 对我也改观了 拥着你我才知道 你对我多重要 没有人能感觉到 你最甜美的笑 我在 不用把别人寻找 因为我已经找到 我们的缘分看好 不许别人打扰 大悲安心的美妙 只有我们知道 静静 围绕你每分每秒 你对我多么重要 静静 围绕你每分每秒 你对我多么重要 你对我多么重要 葳葳 把湿衣服换下来 没穿过的 大神的衬衫和裤子 不要 难道你要我穿过的 这衬衫没见你穿过呀 很小信心吧 随便拿的 赛嫂呢 你们两个不应该一起上班吗 今天周六 好 好 好 而且 他感冒了 巧了 阿爽也感冒了 这下雨天 回去吃了空调 肯定会感冒呀 老三 你也注意点啊 嗯 嗯 葳葳 你怎么还没起床呀 今天是周六 我要睡懒觉 哦 那我先走了 今天公司加班 十一期生都有双倍工资呢 双倍快我来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葳葳 能不能拜托你件事啊 什么事啊 嗯 我最近不是在练断造术嘛 可是时间快来不及了 你今天休息在家 不如帮我练一下呗 断造术 对啊 我想送朋友一把最顶级的剑 可是现在上班时间来不及 如果你白天帮我练 晚上我回来再接夜练 肯定就来得及了 好吧好吧 你赶快上班去吧 碍死你了 回来给你带果汁啊 啊 千万不能被二戏看到 快点盖上 快点盖上 天哪 快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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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吧 再来点儿 师父 哦 这么久才接电话 高齐来了 因为不想接你电话 那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我的50分 身体怎么样 好点了吗 感觉还好 我要是感冒了 就都怪你 如果你昨天把我直接送回家 就不会感冒了 你家有事也有 不方便 萧总 你的上班时间到了 请专心当你的马农 再见 中午过来一起吃饭 抱歉 你的手机已欠费 短信未发送成功 在下一秒 纯白棒球马 墨绿色衣角 时间静止的美好 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 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 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 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 好想能这样 就拜托到了 最好从下 喂 葳葳 顿造树练得怎么样了 我提前下班了 但是要敢去一个朋友家里喂猫 暂时回不来 你万万记得帮我练啊 好 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这速度搜搜的 谢谢 嗯 好了 这段歇会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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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打针 钱也付了 药也配了 现在当逃兵 是不是得晚 我不抵债了 就是单纯地不打了 我觉得那打针有问题 打一个 好了 你别闹了 马上就到你了 我不打针吗 我不打针吗 我不打针 我不打针 我不打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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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是不是 信不信我马上 给你的见后人打电话 我在地都没亲戚 我的地盘我做 还我的地盘 我做的主呢 你还我 你还我 很害怕 我现在是留在后人 我更感恩 我做了 你还看你 我做了 我做了 事 我做的事 不得我 我做的事 总是 你还想这 一ember 我做了 我等等 我 我做了 看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喜同学 还有什么吩咐 我是曹光 曹光 你怎么要二喜的手机 那个 说来话长 二喜被我们家的猫咬伤了 我现在跟他在医院 可是他怎么都不肯打矿泉疫苗 二喜伤害严重吗 伤口不大 但是流血了 真肯定是要打的 不过他这个人太肘了 我却不动他 要不然 你来一趟 你们在哪家医院 我马上过去 好 在那个 蓝天社区医院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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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好 好 我带过去 你不用来了 二喜被猫咬了 在医院呢 我去找他 那个医院 我接你们 好 曹光发什么神经啊 管他发什么神经 你跟我去把针打了 走 不去 薇薇 听话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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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薇薇 不是吧 为了让我打针 你把萧大神都惊动了 他不会在门口 遇到曹光了吧 清笛香 我突然想打针了 我也不知道 二喜怎么跟曹光 你发烧了 刚刚电话里 你的声音就不对 传那么多也不觉得热 你不知道自己发热了 你不知道自己发热了 我没觉得烫啊 薇薇 我还以为你终于醒了 这怎么回事啊 你针打完了 你先别管我了 看看你还烧不烧 好像还是有点烫 你刚才晕倒了 把我和大神都吓坏了 还在上午 再睡一会儿 我好累啊 我要睡觉了 不打扰你了啊 天心 他平时挺正常的 你这个摄友 一直很聪明伶俐 体温计呢 拿出来 再测一下 嗯 三十九度 三十九度 怎么升这么快啊 明明之前 都不烫了 知道教训别人不打针 自己呢 快去房间 躺好 我去倒杯水 我去倒杯水 雨水滴在我的外头 思念倾动我的一脚 你给的暗号 微微一笑 出现得刚刚好 擦肩而过你的发烧 像是春风吹绿青草 浪漫在发酵 只愿为你 赶走所有烦恼 你不用担心我 我其实 真的没觉得怎么难受 根据经验啊 都不用吃药 明天肯定好了 闭上眼睛 睡觉 你也早点回去吧 走吧 走吧 走的时候 别忘记把门关好 我走了 那我走了 嗯 静静 围绕你每分每秒 你对我多么重要 静静 围绕你每分每秒 你对我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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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你还在啊 你不想吃药 晚上也许会烧得更厉害 我聊一会儿 我好像好了 退烧了 我想过了 以后还是把你放身边带着 你不是在游戏里很喜欢当我的跟班吗 继续当吧 可是 艾爽师兄给我的任务 我还没完成呢 不理他了 我心疼了 手游有机关手机不适配 经过调整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但是有两款机型可能是因为显卡的问题 隔一段时间会出现黑屏的现象 市面上这两款机型比较少 我在想 咱们是不是可以放弃掉 嗯 早上我跟风腾通话 发布会的时间 会提前到九月底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尽快解决 哦 经过一个多月的赶工 我们的试验初步已经完成了 不过还有些地方需要优化 比如打斗时 动作的流畅度 还有衔接方面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着急吧 咱们这个动作的流畅和衔接 已经超过其他游戏了 再说了 除了老三你这变态的眼神 谁能看得出来这么一丝丝丝的跳变啊 反正我是觉得有信心拿下这个任务 就是要我们等优化之后再做呢 我来做吧 算了算了 还是我来吧 你呢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不过老三 这个游戏是给所有人玩的 咱们这款游戏 低端显卡带得起来吗 所以我打算进一步优化算法 在同等画质表现下 尽力压缩模型面数和贴图像素 老三 你这个自虐的可是有点超凡脱俗了吧 你自己一个人做 原理不难 要时间很难 时间很紧 我回家做吧 一个多月的时间 也不是很紧 你 请点纽线到这儿 对老爽 有一件事我想征求下你的意见 我最近手下有点人手不足 想跟你借调一下你手下的员工 快 快 葳葳 你好了 是啊 我恢复得快 请 明明是你家大神对你是温柔法 错了 是精神疗法 我今天啊 就可以看到大神他们的战略出版了 好好好 是 对你的女神请个奖 是 请用膳吧 我说的是女神又不是女徒 你这叫人方喜事精神乱呀 哎 你今天也去上班啊 去呀 我还准备了你的公司之后 太自力地逃光了 嗯 嗯 早上我转账给你了 啊 你呢 先还给曹光 然后呢 我就成为你最大的债主 赶快赚钱 我只剩六百块生活费了 喂喂喂喂 太好了 难道说 我就是你的妖娜美吗 我可不想碰你咱手心 嗯 以后这种事啊 早点说 你太好了 好了 你的战胶被你勒死了 放手 快吃饭 嗯 三嫂 病好了吧 是啊好多了 气色不错嘛 嗯 你来了 谢谢 哎呀你终于算少熬出来了 老三呀终于是把你给灵压了 师兄 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出神入话 哎呀 不要注意这些细节 给你准备的橙汁 每天多喝果汁 保证你美若天鲜 老三呢 对你死心塌地的 你身体味棒 吃门门香 你们两个长长久久 你万事无教 你可拉倒吧 哎呦 老三那什么呀 最独老三心里不知道 我隐隐地感觉到 三嫂 正在准备营收着更大的折磨 你个屁啊 老三那是 心疼了 对对 我心疼了 阿淑师兄 我还是会把你上次交代给我的工作完成的 不用了不用了 有始有终 不过 我还是觉得 用后台程序更有效率 希望你认同我的想法 是 是这样的 我承认 我 我故意为难你 但是 你为什么还要 帮我买药呢 买个药 又不是什么大事 三嫂啊 你就是太耿直了 你对她再 稍微给点安慰 你就拿下了 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那个那个三嫂说她渴了 我就给她倒了点果汁 其实我一直都在忙 我特别的忙 我手机怎么不见了 我手机呢 午休的时间到我办公室 利用休息时间 我给你介绍一下端油电文的情况 好 这是电文的美术风格展现 再试试技能设定 嗯 等一等 这个操作我还不太熟悉 再玩一次 这个动作真的好流畅 简直就像真人在拍武侠片一样 还有点欠缺 招式连接 应该更自然一点 先吃饭吧 完全看不出来 你先吃 我再玩一会儿 哎 小姑娘要买什么 进来看看 我们新进的头花可漂亮了 这个老板的表情怎么这么惨眉啊 我觉得得打下于公师兄呢 她是原型 我买就算了 别挡在这里影响我做生意 哎 这个NPC很智能啊 先吃饭 哎 这个NPC的人工智能程度很高嘛 怎么做到的 这是个深度行为数 很复杂 是我们的优势之一 我觉得这个游戏 跟我玩过的其他游戏都不一样 哎 特别的 特别的有生气 游戏里的每个NPC 都好像活的一样 刚刚在游戏里的时候 就好像真的进入到一个新鲜的世界 哎 而且 打斗也特别过瘾 我刚刚施了一下轻功 招式那么多 衔接那么流畅 操作起来特别帅 简直可以用来直接拍电影了 木槿这个DEMO比较小 主要展现战斗系统 以后还会有独立的生活玩家系统加上去 你是说 新游戏里 会有独立的生活系统 嗯 和战斗系统 完全独立的一套玩法 独立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 玩家到了游戏里 玩家到了游戏里 好 我最好 你 weld你 玩家 开招众 这样 你 i know you 而且将来在端游内测之前 生活系统的手游版就会先行上市 生活系统手游版 等到端游公测的时候 我们会在手游版上宣布3D端游家园的视频 并宣布端游游戏运行一段时间后 手游和端游会实现数据共通 哦 我明白了 如果我是手游玩家 就一定会去端游看看 你真是太狡猾了 简直是想把各种玩家都一网打尽嘛 哎呀 二喜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受伤了 你怎么那么敬业呀 受伤了还来上班 我家有一瓶特别好的药具 我明天带来给你吧 谢谢 药具就不用了 我只有被猫咬了一下 哎呀 被小动物咬了 那一定要去医院 不然会得狂犬病的 很危险的 是什么猫啊 不会是野猫吧 最近我们家小区出现很多野猫 二喜 以后你一定要小心啊 离他们远远的 哦 对了 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宠物医院 我还认识那边医生 还可以给你打折 哦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 我已经打过针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明天见啊 走啊 女儿 你看 那个就是赵二喜 她是奔恩恩事友 嗯 真是无疑脸具 这个赵二喜 陈天在公司招摇 说自己是邵翔哥的女朋友 她也不看看 邵翔哥怎么可能看上她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表哥本来就很花心 可 反正我不管 我要教训教训她 让她好看 够了 娜娜 我带你来这儿是实习的 不是让你干这些事情的 你要再这样 那你走吧 喂 毅然 听到了没 以后不准打着我的旗号 去欺负人家 毅然 你是不是怕赵二喜 去跟贝薇薇说 贝薇薇跟香奈告状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已经放弃香奈了 我已经放弃香奈了 以后不准替她 好 我知道了 那我们晚上一起吃饭 不了 你自己去吃吧 艺人 那这个视频还有什么意义啊 都是贫义的 贝薇薇 这边请 请坐 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 我还有一个朋友 等一下吧 好的 孟小姐 你的舅舅 真意科技的真总 在找你 总是要做那么多错事 才发现自己原来真的很蠢 在她眼里 我大概跟小丑一样吧 先生 你这边请 请坐 谢谢 我亲爱的小表妹 怎么想起找哥吃饭了 那小跟班怎么来了 怎么了 表妹找表哥吃饭不行啊 今天我请客 你随便点 你怎么了 是不开心啊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起以前自己 特别蠢 而且 人家只不过是想好心提醒我 帮助我一下 我还误以为人家是喜欢我 真是太可笑了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那个小奈啊 我爸最近也因为她焦头烂额的 听说他们公司跟母公司竞争 新欠你优魂的开发权 真是看不出来 还真有两把刷子 我以前还说要帮她 真是傻 怪不得人家看不上我 哥 我跟你说 她人真的很好 以前呢 我可能只是喜欢她的外表和光环 但是现在 我却更喜欢她的为人 你可真够傻 那就去争取啊 不行 她现在对她的女朋友挺好的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再去打扰她们了 真是没出息 男人女人就是不一样 要是换作我 我看上了谁 我会千方百计地把她抢回来的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还说这种话 还有 公司现在也闹得沸沸扬扬的 你自己注意一下 哎 好了 好了 没跟你舅舅似的 今天还是歌情 开心点啊 好 等候 您好 亲爱的赵二喜主人 这是您订购的三只松鼠坚果大礼包 赵二喜 她不住这儿了 来了来了 没想到你还敢来啊 我以为你被咬胖了 嗯 起来 知道我明天要走 就给我买这么多东西 太客气了啊 不是给你的 我是因为嫌太沉 就直接写了你家的地址 哎呀 每次小猫吃的东西 咯吱咯吱咯吱的 我总是会淌口水 我要是不买点坚果 回来咯吱咯吱吃啊 早晚有一天 我会吃掉咖啡的猫凉的 哎呀 不过 这是第一次 这是最后一次 呢 还你钱 喂喂喂的 你别管是谁的 反正从现在开始 我是自由身啦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拿自己设有的钱还我 很有面子啊 总米欠你的钱好 那你今天 是不是就是最后一次呢 不不不 是最后一次 但是也不是最后一次 看来你猜得中这开头 看不透结局呀 说人话 说人话 总的来说呢 就是我最后一次 以欠债人的身份来这儿了 你呢 就放心的出去吧 咖啡我来照顾 而且是免费的 没想到你赵儿媳 还是你 不用太感动 我可不是因为你做决定的 我是因为咖啡 你想想 一只小猫孤零零的在家里 多可怜呀 而且 我是很注重契约精神的 既然承诺在先 那就一定要信手到底 咖啡 咖啡 你有没有想姐姐呀 姐姐夫 咖啡 咖啡 有了我 又想讨好我 你是在道歉吗 好吧 原谅你了 今天我们早点下班 把你的东西搬到我的公寓 然后我再搬起我父母那儿 我自己搬就好 你确定 非常确定 你干嘛 你要来 他质量 在家里 在家里 怎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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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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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公司层面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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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空出了半个衣柜给你 你自己挂 等你收拾好了我再收拾 你真的把房间让给我了 我对我的自制力 没信心 幸好我还可以去我父母家住 不然只能去公司打地铺了 我可以去公司 我可以去公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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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的人明天就到 还好这些盒子没事儿 不然你们萧教授 要抱着它 哭三天 我觉得你这样说你爹 萧教授才会哭三天吧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啊 收拾一下 放我那儿 这是手稿 照个袋子装一下 放心 你的吴冠忠没事儿 徐威虹也没事儿 都收好了 暂时放到我学校外面的房子 好 那这两袋东西放在哪儿 有没有太合适的地方 先放衣柜吧 那个 你说 不住父母家 就在公司打地铺了 所以 你今晚住在哪儿 我倒不介意在公司打地铺 不过这些字画 是我父母收藏多年的 不能有闪失 你一个人在 我不放心 所以呢 我在这里看着他们 好 好像看到了我们以后 几十年的样子 很不错 你给的暗号 微微一笑 出现得刚刚好 操见而过你的发烧 像是春风吹绿青草 浪漫在发酵 只愿为你 赶走所有烦恼 带你到天涯海角 听你的心跳 想给你一个拥抱 咖啡 慢两只肠 面面就肠 有点懒洋洋的 总是对着窗外发呆 大概是想起了吧 我现在已经成功地 触摸了咖啡的心 我们两个现在是铁闺蜜了 咖啡的潜台词是 你不给二姐姐的面子 就是不给我的面子 我要对你赤之以配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之前是我不对 我会在游戏里的老地方等你的 我给你杀一百遍 还不行吗 啊 啊 啊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之前是我不对 我会在游戏里的老地方等你的 我给你杀一百遍还不行吗 咖啡啊 咖啡 这次你的禅食官真的不理咱们了 女人真是麻烦啊 对了 有个人的账我还没算 差点忘了 依然 我手机里的视频 是不是你生的 没有啊 怎么了 那就奇怪了 我手机里视频怎么突然不见了 对了 肖奈看了视频以后什么反应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是啊 她问我视频是在哪拍的 什么时候拍的 我就一五一十告诉她了 然后她让我删除了手机里的视频 就这样啊 嗯 就这样 那肖奈到底什么反应啊 她到底有没有看清贝薇薇的真面目 不对 我们现在手机里一份视频都没了 她看到就好了 应该会明白的 说不定现在正在闹分手呢 曹光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喂 曹光 你知道我什么事啊 明天上午十点 你和孟依然来学校南门 我有事情找你吗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叫我们去就去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啊 偷拍我还传播视频 然后诬蔑同学 你觉得你们是什么人 如果我明天早上 没看到你们的话 后果自负 你 你 喂 喂 喂 一元 怎么办呀 我听说曹光佳挺有势力的 他是不是要找我们算账啊 你偷拍他视频是不对 可是本意又不坏呀 如果他是奖礼的人 应该不会难你的 你说曹光怎么会知道 视频是我拍的呀 不会是肖奈告诉他的吧 对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啊 肯定是肖奈向曹光求证了 娜娜 她相信我了 这铁镇如山还能不相信吗 不知道那个贝薇薇 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药 我居然现在才想到 真是笨死了 你说曹光找我们 是不是因为丢人啊 他被女生耍了 还被秦迪找上门 这次一定是颜面扫地了 应该是吧 没事 等他来了 你给他道个歉 应该没事 曹光 有证换 我跟你说 对吧 也不是 对 随着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论你再怎么努力 肖奈都不会青睐你这样愚蠢的人 你怎么跟女生说话呢 你应该庆幸自己是女生 要不然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们吗 娜娜 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不会再继续追究 我警告你 管好你们的嘴 如果让我再听到有关于 贝薇薇一点不利的言论 不管是不是从你们嘴里说出来的 我都会算在你们头上 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贝薇薇呗 没想到我们堂堂的一个大才子 竟然是个色令知昏的糊涂蛋 就会为了一个讲他两条船的女生 竟然拼命维护我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讲他两条船是你自己说的 又不是我说的 那是我弄错人了 弄错了 不是贝薇薇吗 那是谁啊 不管是谁跟你们都没关系 我说的 对 我会说的 你怎么就不能够 你怎么会看到我 你怎么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下午也不用去上班啊 游戏进度不错 所以以后都不用加班了 你这是赶我走 怎么会啊 我怕我走来走去的 打扰你工作嘛 你要把电脑拿过来 好好在我边上坐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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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想到今天又见面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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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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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